主料,面粉1000克,猪肉500克,大头菜600克,酵母5克,补量,油,盐,味精,葱15克,小苏打,准备时间,2小时以上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酵母加温开水溶解后,加到面粉中发酵,这是发好的面团,再封锅状,大头菜切成细末后,用盐盐几分钟后, 挤去多余的水分,然后加入猪肉馅,油,盐,味精搅拌均匀,和好的面团加适量的小苏打继续揉,排出气皮,揉好后醒发10分钟左右,清好透的面,下成大小时等的面剂子,将面剂次团成面饼,将面饼擀成包子皮,中间厚一点,边上薄一点的,包好的包子进行二次醒发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, 锅内放水,放包子,盖上锅盖,开始大火蒸,水开后,再蒸15分钟即熟,不要马上开锅盖,关火后再试蒸5分钟,烹饪技巧,大头菜切好后,用盐盐几分钟后,挤去腌的水分,再加猪肉馅搅拌 包子包好后,一定要进行二次醒发15分钟,这样蒸出来的包子更喧软了,关火后也不要马上开锅盖,要等5分钟,这样蒸出来的包子,不会遇冷空气,马上扁扁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感谢观看